第4個 最終發展 今天呢 我想要和大家聊一些比較 心理的話 因為我應該沒有什麼在自己頻道聊過這些話 自從NSK事件之後 整個頻道就亂七八糟了 我也嘗試要改變一下頻道風格 所以我曾經在花兩個多月 做了很多 講歷史 講財經的 講金融的硬東西 因為那些東西是我自己平時喜歡的 我雖然喜歡這些東西 可是我不是擅長來拍這些東西的 然後在這兩個禮拜 大家應該也有看到 就是我頻道其實優點回到以前我的方式 就是更多的生活 更多的我的經歷 其實我擅長的部分應該是 我去過很多國家 在不同的國家待過 然後再加上我最近又咬了這隻狗 你看我等一下要再去買這個狗月 它又咬斷了 它兩個月咬斷了五根 我也是很頭痛 所以今天這個影片呢 基本上我會想說我接下來頻道會怎麼走 然後還有 最近這幾個月我的心路歷程 包括我最近養了它 對 然後 生活改變了蠻多的 養狗真的會改變一個 好 我們下看 其實養狗對我而言呢 就像是一個責任性 從來沒有自己真的一個人養過狗 它雖然還是很頑皮 因為它才 大概一歲半歲 像我去牽水那幾天 它 那 我會蠻擔心它的 對啊 那接下來我要去牽水 我不知道會怎麼樣 還包括像是養狗的話 會有一個責任感在 我就是晚上也不太會出去 然後 因為我是讓它跟我一起睡的嘛 睡在同一個房間裡面 啊 又跑梯了 果然是最後跑梯的YouTuber 為什麼我還要改變我的頻道呢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關鍵 叫做 好啦 買到狗鏈啦 然後 自從MCO之後呢 就是疫情爆發之後 我做了很多東西啊 都 中到黃標 像我講的 酒吧金融風暴啊 或者一些 歷史事件 因為都會牽涉到一些 可能屠殺啊 或者怎麼樣 不過羅興亞人也中黃標 然後我又不喜歡去改我的東西 我連 標題我都不喜歡改 也就是這些事情啊 讓我覺得 我不想再跟YouTube去玩下去啊 它很無聊啊 就是它們 現在越來越嚴格 所以黃標事件呢 是 讓我不想再做這些 比較 有知識性 比較深的這些影片 所以我現在會開始做一些我的生活 啊對我忘記了 這個就是給Lucky的那個狗鏈 一次都要買兩條 因為它很會咬 好我們再看 先回公司 回到辦公室啊 然後最近有點亂這樣子 然後這就是我平時拍攝的 這邊牆 你們看到黃色那邊牆 為什麼我不想要再拍歷史的東西呢 其實 或者說不要再拍財經的東西 因為如果你講一些歷史或者財經啊 你一定會碰到一些政治問題 然後我覺得 我試過兩個月 然後 我真的很不喜歡有網友啊 在下面講一些東西 或者說 因為你知道我們在中文世界裡面 就是有分 所以我 真的很不喜歡這些東西 然後 貼標籤啊 然後就講一些 我真的很不喜歡這些留言 所以 每次看到那些留言 然後我看到很不開心 所以我就覺得做這些東西啊 背離的我的初衷啊 就是 雖然我很喜歡這些東西 可是 不一定是對的 就是 不一定適合我啦 應該這樣講 每次做這些議題的時候都會 他要怎樣講啊 就是 背離啊 然後 我嘗試過了 我體驗過 然後我知道這是我不喜歡的 那我就不要做了 畢竟 當一個YouTuber應該要開心 然後另外呢 因為我們 每次在做財經 那個相關的時候 都會有很大的困擾 就是他特別在上字幕的時候 你可以問一下他 嗯 金融風暴怎樣 你喜歡剪這種影片嗎 沒有 你應該說上字幕啦 我們能不了解講什麼 從後膨脹懂了嗎 膨脹哦 什麼股票 什麼升值 鞭值 什麼東西 美金 嗯 2008金融風暴 嗯 98年咧 然後什麼索羅斯 上字幕上到神奇什麼 我不能不能再上什麼 那種泰國啊 什麼泰駐鞭值什麼 韓國咧 韓國也是 總之索羅斯就對了 就是索羅斯 去兩個 為什麼美國人啊 什麼無限QE 唉呦 你還記得啦 一支上很多次一支 因為體育一直重複一個 6 Втор一巫 besteht的那些人 一直再次再次再次 這樣我也一直再次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的俊文 Жкань 他最近也開始當YouTuber了 那你再 sigu我 不是 怎樣Youtuber都 喜歡 här 這裡也是我的Youtube escape 很想試Facebook 那陣子兩個月我們做那種金融的東西 有Facebook 都沒有影響到他 金融不是我金 所以我是剪別的題材的東西 也很辛苦現在的 就是房地產那些 什麼房地產 那個 槓桿 槓桿 我哪裡懂 房貸什麼鬼 我們第一次買物 唉 我都不懂 愛奇藝怎樣 愛奇藝我還聽懂一點點 OK好 好 這是我們的 就是我那個DDJ400 就是我為什麼打算做回自己 就是因為那天我跟他拍那個影片 覺得這才是我最想要的 因為我覺得拍影片 真的要拍自己喜歡的 那比較重要 那最後呢 我想和大家講一下 就很多人在Gary的影片裡面 會問我說為什麼我是轉負責 因為其實我的脊椎是受傷了 是測完了 然後我的腰在我20歲的時候 瘦貴是很大的傷 所以腰跟背是很不舒服 然後我的左背的上部呢 是纖維化 然後再加上前陣子MCO的時候 我一直躺在家裡 然後我的脖子也跟著受傷 所以你們會看到我最近的影片 我一直會這樣子轉來轉去 對啊 時間到了 因為我給狗吃飯只有10分鐘 阿對 最近東西沒講 我其實最近幾個月 一直想要去迎合YouTube的算法 就想說 Trend啊 這些關鍵字啊 做這些主題 或者說做一些比較大家想 可是到最後發現 其實自己做得很辛苦 我就覺得沒有必要這樣子做 已經不開心了 對啊 而且我是一個 不靠YouTube的收入為主的人 那接下來會做比較多的 像是潛水的影片 我還是堅持做 開箱也會慢慢再做回來 然後DJ的東西 生活東西 我不幸運的東西 不要和YouTube的算法都很平衡 我覺得我寧願多做一些生活的東西 有些人會問我說 我的生活中女主角 終於一直沒有出現 已經一年多了 那其實我自己給自己下的那個目標 就我下一個女朋友啦 因為我已經三期了嘛 我希望是一個 已經會潛水的人 因為潛水接下來會是我人生中 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而不是認識之後才去卸潛水 那也是差很多 潛水可以代表很多東西啊 有機會我們在做其他的 一集來和大家講 潛水員的特點是什麼 那喜歡這個節目咧 按訂閱囉 在Fay叔的話 在Fay叔看到的話 就是分享出去 如果你真的不喜歡我 就不要訂閱我啦 如果是討厭我就取消關注 拉黑也可以 我們下一個影片見 拜拜